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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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 我不说陈冠希了行吗 我不说陈冠希了 我都没说着 我说写听风 行程代谢 学老师 你这有点刻薄 你知道学老师最近观众 有人评价我们三个嘉宾 就是说什么呢 说文道是冤博 子冬是刻薄 后来他们问 你呢 我自个加一句 我是轻薄 这很准吧 我们那是薄饼店了 对 我跟你说咱不是说刻薄 那我在香港报纸上 验照门事件过去了 但是不都还追人家谢霆锋吗 谢霆锋这个接受 这个就八卦那记者就问 果然又转过去了 果然又转过去了 好 陈冯怎么说呢 他说的很有意思 你知道吗 他说 你们就说 呃 菲菲姐 什么意思 就是说 菲菲姐 沈殿霞 刚刚去世了 你们问这些 就光彩吗 这香港这么不光彩的这个事情 你们来问我 我觉得他为什么把菲菲姐的这个 我这样讲 我觉得就是在香港演艺圈有个很特殊的文化 就是说 好像香港演艺圈所有发生的事情 跟七百万香港人都是息息相关的 就好像我家里发生的事情 陈冠希出了事 就好像我儿子出了事 菲菲姐过世了 就好像家里有个亲人过世那种感觉 最近我真的完全感受到那种菲菲姐的那种震撼力 这一连几天呢 关于这个沈殿霞的纪念活动一直在有啊 电视都有这个晚会 而且你看这个照片 这个他的这个灵鹫啊 要移往加拿大嘛 这是可能是过青马大桥呢 运去机场 这个全香港很多人去送花呀 祭奠呢 他就是陪伴一生啊 这这一种车放了那么多花 在内地如果很多人送 那我们只记得是周恩来 对 我也就想起周恩来 你发现没有 就说明香港这个娱乐工业有多么发达 它的娱乐工业 大众文化就变成主流意识形态 就是你们刚才讲 真的 你想同样前段时间 内地有一个演员 那无论各方面成就 当然跟菲菲没得比 叫孙道林 哎哟孙道林啊 其实 然后从胡锦涛开始 所有的中央的领导都送花圈 江泽民全部送花圈 上海的领导出去最大会 可是他在整个中国民众心中的影响 远远不能跟菲菲在香港的影响比 你发现没有 这就是说香港这个娱乐啊 就等于大陆的政治 我觉得好像是 这等于是政治 我觉得是不是忘得快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啊 孙道林啊 那还是如日中天 我们印象非常深 你知道孙道林是我们就特别大的一个 你要照今天话讲 就是明星啊 但是 好像是不是 他是活着的中国 就是说最有名最出色的演员 就赵丹以后 石灰赵丹以后 孙道林是最出色的演员 但是因为你看这个时代的变化 现在很多大陆 包括大陆的青年人 可能只知道超女 不知道孙道林了 你明白没有 就这个变化是很快的 所以徐老师 但在香港呢 情况真的不一样 就是说 香港人是不是还存着一个 念旧的这个心 香港我注意到一个什么情况 就是说比方说 TVB每次开年 每年的庆祝会 你看大家都知道 TVB老板喜欢漂亮女孩子 他每年革新换代 那些美女选美出来都是 他每年新的美女出来 可是他最旁边地位最高的 老师汪明权跟那个叫什么 都督叫什么名字 郑玉玲 郑玉玲 就他们其实年纪蛮大的 就是说我感觉他们有一点 包括菲菲这样 那菲菲很多年了 这个在内地很多人啊 他们会觉得你过去了 你过气了 不是说人过去了 就是说你已经不是这个时代了 就像我们刚才交谈 他最红的那个时代 那个照片我们都没感受 可是香港人我觉得有点 这蛮温情的 就是说他把他作为一种集体记忆 那个时代的那个东西 他不会那么快的被抛弃 被忘却 你明白吗 我们原来也这样 但是现在就是你就这几十年间 你特别感觉到人哪变得薄情了 而且呢就是因为咱们过去样板戏里 就唱到嘛 人一走茶就凉 人一走茶就凉 现在所以徐老师很有感触 他们那天看那个奥斯卡颁奖 还有感触呢 对对 我觉得他们是至少 如果你说表面功夫虚伪 他也是做得好 他就是尊敬那些九十几岁的人 给他发奖 下面就由衷的尊敬 你知道你尊敬老的人 他有一个什么好处 他使得下面年轻人觉得挺有希望的 就觉得我好好做事情 我将来也可能会这样 你表面上争夺的很厉害 你一上去的人就把上面的人 把他赶走或者把他放在旁边 就是地位很低的话 下面的人其实看得心寒 但是 下一次的争夺就更激烈 光美很年轻 光美很年轻 我有一点点 我觉得不是只是单纯的 你这样讲 感觉上只是敬老尊贤 就是对于老的意愿 不是敬老 是敬艺术 因为他真的在那个时代做了很大的事情 不是说敬老 我们现在 光美谈谈你的 你刚才引起什么了 因为我大概是几个月前参加一个 就是在香港 某一个著名品牌的 国际品牌做的一个 我不晓得为什么 他们有什么样的关系 他们就是颁给汪明泉小姐 一个终身的一个成就奖 然后就放了一段大概15分钟的短片 我看完之后 我跟你讲我真是热泪盈眶 因为我不在香港长大 我对于香港艺人 其实没有那么深厚的感情 对我来讲 光明泉也就是以前我小时候看 郑少秋其中的一个美女而已 但是我后来发现 她是一个非常努力非常认真 非常令我佩服她 我听说她有一次拍一个电视剧 还是电影就是要演乐剧 她一年半推掉所有的工作 她就专心每天自己学化妆 然后那个身段 我就会觉得现在 以前是谈上三分钟 台下十年功 现在十六岁就成名的小孩子 哪有台下十年功的机会 所以我会觉得一些老的艺人 那是因为她有这么一个深厚的 一个底在那里 而且呢还得有那么一帮人 那个时候的人 我跟你说 比如说现在人们就普通观众 欣赏舞蹈的水平 欣赏包括欣赏唱的这个水平 比起你们年轻的时候那个年代 恐怕有所不如吧 要求低了 要求低了 你知道我前一阵碰见一个当年跳红色娘子军的 他就讲 他就跳跳跳舞的 中国的不是就反正一个老演员吧 他就是说呀 说这个 真是像你说的 我说我们那个时候跳舞 真是台上三分钟台下十年功 那家伙每天练功练的 他但是现在呢 很多这个舞蹈团 你会发现现在跳民族舞的个儿都高了 你说为什么 其实就是照他说我不太懂了 个儿要太高了哈 跳这个民族舞不见得特别合适 对吗 但是现在选模特 对 现在他说 选的是跳舞的 还是选的是模特呢 因为这个 就现在观众就看美女啊 个儿高 啥腿胳膊长 那家伙在台上 就显得比较干嘛 就这位老演员的感慨就是说 现在有几个人看舞蹈 还是真的能看出我们这些功夫来 能欣赏 其实真的你刚才讲对 不是敬老 而是尊重艺术 你比方说马记吧 过世哈 我就在想要我做春晚的话哈 应该给他一个一个场面 嗯 就是说给他放一下 因为年年都在春晚这样出现 伴随了多少次了 今天人家过去了 侯耀文也是这样 嗯 后来他们说不会的 因为中国的习惯 春节里面呢 不讲过去的人 不讲死啊 那这个还情有可原 但是还是有很多做出了杰出 你知道香港人那么纪念肥肥哈 他们是什么原因 因为他们有很多时候他会说 我从十岁到二十岁 天天电视里看到他 他就是我那一段的生活 拜托中国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拜托中国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我自己从十几到二十几岁 所有看球就是听宋世雄的 宋世雄的声音就半岁 所以现在你碰到新的体育 他会说过去了 这种波音方法 哎呀 这种波音方法现在国际上不流行了 对我同意 我同意他不流行了 可是你得纪念 纪念这一种风格 纪念那个谁 我觉得现在香港人蛮温情的纪念肥肥 虽然我们体会不到这一层 但是原则上 但是徐老师你最近琢磨这个问题 是不是也跟你个人的年龄有关系 我倒还没碰到 因为我们这一行也有 我们这一行其实也有 但是我们这一行里面 我现在处在打人家的位置上 怎么叫打人家 就是我现在处在我要进老 我可以提拔下面年轻的 其实我们是处在管事的这一层 但是我们这一层里面 我亲眼看到我们有很多同事就是这样 把老的拿来晃一晃就做一个招牌 然后提拔自己的亲信把同行的都赶走 其实旁边人看的很心寒的 其实我跟你说 你不尊重艺术不尊重学术 往往你怎样对待别人 对别人也怎样对待你 我现在是深刻体会到这个因果报应丝毫不爽 真的 你当年这帮老帮菜 不但不叫老帮菜 就是说你你们这些老一辈的 又是怎么对待年轻人的 对那么年轻人今天又是怎么反抗你的 你能看出这个里边的某种 对你讲起来 现在管事人 咱们先去下广告 徐老师 你放心我永远供着你 枪枪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咱们今天聊这个尊老敬老的话题也是为咱们将来做铺垫 是吧 咱们是不是都到门槛上了 绝对已经到 我小时候就听过 我只要经济无忧 我不希望谁记着我 最好别搭理我 我自己过我的逍遥日子 很小就听过一句话 你怎么对待你的父母 将来你小孩就会怎么对待你 真的我跟你说这一点 你们真是 我有时候觉得这个人心里 比如说这个人他坏 对吧 但是他坏我告诉你 他自有他的报应 你知道吧 可是你如果因为他坏 你心里对他起了恨 对 你那个你马上就会感觉到这个作用力反作用力 除了伤害你自己之外 没有任何好处 真的就是说 而且你自己会 就是我就发现这个人呢 为什么说即便是坏 人家过去也讲 心里也得想 可怜他 怜悯他 你看他不知道 耶稣说的 他不知道他自己做了什么 哎呀他不知道他这个后果 就怜悯他 因为什么 真的不是为了别人 而是说 你自己 我是现在深深体会到 你自己心里 这人不能干坏事 我可不可以问你到底出了什么事啊 你到底出了什么事啊 其实你刚才那些理论 我以前都讲过 我怎么不觉得你有任何的体会 你怎么现在忽然这么大反应啊 人到中年嘛 就是你啊 过去啊 会 你有时候我过去啊 这个四十岁之前 我都不认为生活里有坏人 你知道吧 我就说没有 谁坏啊 谁也不是坏人 不是 但是呢 也就是在最近这两三年 我开始发现 真有坏人 那个坏啊 那不是你能想象的 你知道吗 确实有 但是极少数 就说哎呦 我这样的人都能认为 这生活里有坏人 但是我告诉你 因为他坏 有时候你会出现一种什么呢 就是路见不平 八刀相助 也不叫八刀相助 你会有一种 那么一种心理 灭了他 是吧 可是我就发现啊 当你心里对他生起这个的时候 他害了你了 不是你这种念头本身 实际上反作用于你自己 对啊 你不一定把他给摧毁了 但是呢 你可能会反作用你自己 所以这个是个很玄妙的 所以所以所以看奥斯卡的时候 我就发现 美国人是把电影里写的 人很恶 可是在那个发奖仪式上 大家表现的很善 咱们电影里的人都很善 啊 咱们电影之外就 嗯 哎不 咱们接着接着聊这个这个 广美 你从这个沈殿霞的事里 还得出一些什么思虑 嗯 下次也造福眼镜戴戴戴 嗯 没有 其实我会觉得 替那个郑少秋 蛮 觉得不平的 因为就是很多媒体一直攻 攻击他 就是说很多人就一直说 他为什么 呃 菲菲临终前他也不去 他过世什么 他的葬礼 非司会 为什么他都不出现 为什么他都不表态 我会觉得 蛮无辜的 因为我觉得每个人处理 你说这个郑少秋 郑少秋 因为我觉得每个人处理感情的事情 他离婚好多好多年了 对不对 20年 我其实如果以观众的立场 以我个人立场 我也会觉得说郑少秋 我不相信你在恒电拍戏 你就真的回不来 他病了那么长一段时间 就是菲菲 你也参与呼吁邱光归来的 是 是 我心理上是的 但是以我冷静客观的来想这整件事情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每个人处理所谓的仇恨 所谓的责任 所谓那种怎么样原谅 怎么谅解 那个level 那个是不一样的 真的是不一样 所以你不能够用我自己的标 我不能用我的标准 来要求郑少秋也要做到一样的 你要想到郑少秋 你再恒电你就飞回来 是吧 对 如果 我闹出了事的话 我一定飞回来 飞回来干嘛 让我原谅你吗 不 我一定回来送你 送我 哭一下 哭一下 够哥们 够哥们 够姐妹 有这么一个红颜知己 是吧 送我走 我也可以了 但是我也要 但是他也理解 但是我也要反过来说 就你刚才问我那话 你最近是碰见什么事了 你到底出了什么事 我真的很好奇 你出了什么事了呢 你为什么对这个原谅 什么 因为我受到伤害 我受到 你最近受谁伤害 我最近没有受伤害 我曾经受伤害 我相信 你是伤害别人还是受伤害 我自己觉得我受伤害 但是我相信 我不可能没有伤害过任何人 但是可能是我不自觉的 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程度的高低 我自觉我做人很小心 我尽量不要去伤害别人的感情 我明白了 你受伤害都是自觉的 伤害别人都是不自觉的 作为受害者 作为受害者 你觉得 我经历过很长一段时间的那种 他伤害我 我很恨他 然后每天早 李莫愁的功夫拿出来 那时候还没当李莫愁 就晚上甚至于这种祷告 就是那种 我祝你 我祝你 摔一跤 我告诉你 你有没有绑绑一个小人杂 没有 不是女巫 就是你 你恨 其实你只等一句话 你只等他来跟你说 对不起是我错了 但是你会觉得很奇怪 你要离开我 你为什么好像 觉得说那种 再见 就再见了 我做错了什么事情 我们的关系出现了什么问题 我觉得那是需要一个过渡期来 你不能够那种 就是那种 hi and bye no no 那你要算账吗 我不需要算账 我不需要算账 但是我只是觉得说 大家都这么大的人 我们不是那种 puppy love 我们不是那种 那种 那种好像 小孩子那种玩玩的那种 提前 提前三个月通知 所以光美 我跟你说 真的你临终前 你送我是非常合适的 我跟任何一个女朋友 分手 我就是说对不起 对不起 我都是忏悔 我觉得我对你真是 我也不觉得他对不起我 什么事情 我觉得他对不起我的事 我觉得 我觉得 大家这么多年的感情 我觉得 是需要 需要 一个冷却期 也不是冷却期 就像 我今天就算 我以后再也不想来 上枪上三人行 我都得给公司一个交代 哦 是吧 广美就是说得 还是要说清楚 得聊聊 得聊聊 不能 对有些人是处理的 猛了一点 一下就把人给想了 可是有的人觉得 这话是不说清楚的好 你要说清楚 这不 所以咯 所以咯 所以为什么我说 以我自己的标准 我会觉得对 郑少秋你为什么 就不能够出现一下 我知道横电很远很难 那个交通很麻烦 但是站在客观的立场上的话 以我经历过的事情 我就会觉得说 我 对一样迷扬百样人 我觉得 他可能真的有他的苦衷 他真的有他的 光美 怨妇的时代到来 江江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你看我呀 也有很多人跟我讲他们的遭遇 是吧 尤其是现在 这是中年 有时候夫妻啊 或者什么 他会有很多问题 你知道 我现在听多了之后 我就想起那天 那个一个朋友跟我讲 一个歌词 你跟你跟光美你说的呀 还正相反 叫许巍的那个歌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 你对自由的向往 你知道吗 就是说 你像我就太容易觉得对不起人了 中国人我跟你说 就包括这夫妻 太容易觉得 哎呀我对不起你 我们含辛茹苦 或者你为我奉剑了那么多 你为我牺牲了这么多 可是我跟你讲 光美老讲这个太讨厌了 责任啊 对不起啊 你最好是发自内心的 无怨无悔的 因为你知道吗 不是说 人不应该有这个忏悔的心 对不起的心 应该长生惭愧心 可是我跟你说 我事实上 我发现生活当中种种的悲剧 恰恰是因为老觉得对不起人 你知道你老觉得对不起 事实上 这没用 事实上你 你如果这样再拖下去的话 你是在延长和家具这种对不起 永远没有了结 好比说夫妻俩本来五年就该离婚了 可是呢 因为互相坚决的对不起 对不起对不起 对不起 因为对不起我们再延续 到二十年的时候你可就更对不起了 你明白这意思吗 这不是单纯对不起不是一个单纯的心态的问题吧 你肯定做了什么对不起人的事情 不不不不不 这个选择呢 这是永远没办法的 我每次上课问他们 我问如果你是娟生 你知道商事的里面 娟生跟子君住在一起 对不对 这子君很爱他 可是他发现他不爱子君了 他就选择了去跟他说 后来子君死掉了 他忏悔 他说他不应该跟他说真相 他把责任推给他了 这个女的受不了害了他了 那么每次问同学 我说假如你是娟生的话 你今天碰到这样的问题 你喜欢了个女孩子 过一阵你不喜欢了 你是告诉他说我已经不喜欢你了呢 还是你继续装着喜欢下去呢 因为你知道假如你告诉他 他会完蛋 但是你不告诉他 你们就在一起完蛋 就是怎么办呢 学生每次都是 最多的人选择说我无法选择 而且我们再联系到鲁迅自己 你想想鲁迅小说写得这么清楚 他自己怎么样呢 他的朱安是他妈妈帮他找的媳妇 对不对 他说他不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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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